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古壇事件》 今集有施永青先生和施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2月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一天 我曾經以為施生被爆冷 猜中了特朗普會當選 但後期突然間,當郵寄票是怎樣 拜登有戲劇性,很多州份突然追回來再反 先生,你認為當前的美國情況,仍然存在著很大變數 或是像之前的看法一樣,特朗普仍然會當選? 我未曾認輸 仍然認為特朗普有機會連任 當選與否連任是兩回事 因為現在,11月3日的選舉 根本不是總統選舉 大家有些誤會 真正的總統選舉,是在12月14日 即是由選舉人,即是由選舉總統的各州代表去選舉 11月3日的選舉,是決定選舉人團的組成 由哪些人去組成選舉人團 大家都以為,在選特朗普、拜登 其實是在選特朗普背後所代表的那群選舉人 特朗普背後有一群選舉人 拜登背後又揹著一群選舉人 這群選舉人,普通美國人都不認識 他們就是 一個派特朗普出來,一個派拜登出來 這是一個說法 其實就是,你選拜登,就選拜登背後 那群人出去,12月14日的投票 所以現在,欠缺甚麼呢 就是欠缺哪一個背後的選舉人 可以12月14日去投票 所以現在說,我有機會派出多少個選舉人 去12月14日的投票 即使有270張票 即是有270個選舉人,到時去投票 實際上,他們是否投硬你,都還有一個疑問 即是,原本美國選總統說明是由州代表 即是各州,按照他的人口 以及參眾兩院的比例去決定 他們到時投誰人票呢 傳統上,他應該在各州裏面 即11月3日,民眾投票 選誰都要跟著投票 但實際上,有些是州立法要他跟著投票 憲法裏面,各州派出來的投票人 按照自己的理性、良知去投票 投了之後,便有效 你不跟州民眾的意願去投票 那張票也有效 最多你回到州,說我們州有這個法律 他只要你這樣跟著投票 你沒有跟著投票,罰款1000美金 很少 特朗普,現在打官司打不贏 他還可以由12月14日後 還有一個多月 這一個多月,他還可以去遊說那群選舉人 即使是拜登後面的選舉人 他都說,為了美國的命運 你都不可以選拜登,我才是代表美國的將來 因為實際上,美國是向右轉 特朗普就是向右轉的代表 所以,會不會還有變數呢 要到12月14日,投完票才知道 所以暫時不認輸,都可以的 可能仍然存在變數 但如果我們相信市場有效率 現在股票市場似乎只向一個 美國的大選風險比較低 浩德,你認為會否仍然存在變數 市場太樂觀 這段時間,其實這個禮拜 大家看到,其實選之前 市場已經開始有些比較厲害的反應 這個禮拜,無論是美股 或是港股市場,或是港股市場 或是全球大部份的風險資產 其實都見到走勢比較好 當然,就是之前我們說過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之前大家害怕 如果那個選舉出現比較大的風波 可能不知道搞多久 到現在這一刻 即使特朗普出的招數 未真正可以有效地制止整個選舉的進程 譬如說,他嘗試經過法院暫停的點票 暫時這些招數未真是影響到大家對選舉的進程 法院現在只是不讓他叫停點票 亦都不讓他限制郵遞票何時截止 即是遲收到,都可以計算 這方面,不是等於他透過司法上去爭取 令到拜登的當選無效 我想他不會這麼快放棄 我自己當然只是個人 但市場有很多人的看法 市場願意這麼多人去買股票 升這麼多都追 正如你剛才說 這個代表市場認為大局已定 我有個看法 你看特朗普現在不是輸很多 輸得少於民調很多 如果這樣狀況,其實他更加調戲不順 更加搞事的機會 如果輸來天萬丈 他知道搞來沒有意思 大勢已去 現在他未覺得大勢已去 我認識一些支持特朗普的人 根據那些已經投票的情況 他說 這次其實是 如果說美國的白人 投特朗普就多 美國,如果有色人種 包括非洲人、拉丁人、華人、亞洲 就比拜登多些 他問了一個問題 美國是白人的美國,還是有色人種的美國 他說美國的白人始終覺得 美國是他們的 我有好者就放進去玩玩 變成他們開票 當然不願意 如果來這個層面 美國的白人入面 一些激進分子 可能不覺得要讓代表有色人種 為何拜登對那些人比較好 對白人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最後還會出其他招數 要美國反映白人的意見多一點 正如C3 說 特朗普仍有機會再一次反省 浩德,你怎樣看? 假如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 現在市場預期,拜登會贏 所以市場升幅比較顯著 如果一旦反轉,你認為特朗普突然贏回 會否市場出現另一種走勢 還是會升得更多? 我自己覺得這段時間 跟選前一個比較大的落差 選之前民調等等 大家都認為會是拜登營 而且參眾兩院都會由民主黨控制 即拜登的施政會很暢順 之前大家會擔心 由於拜登上場,會否比較幸福利主義 會加稅 會對大企業有比較多的打壓 對財赤,可能比較保守 但現在出現的結果,拜登贏了 但參眾兩院比較勢軍力敵 民主黨沒有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現在市場有一種解讀 即使拜登繼續贏,施政 例如大家擔心加稅等 未必能做得到 甚至刺激方案都未能做得到 所以市場上升 所以大家就開始聯想 既然不能加稅 沒有刺激方案 即是要透過印銀紙去解決現在眼前問題 所以某程度解釋了 為何這段時間突然間股市 或者很多風險資產突然間升得很多 但如果說特朗普真的有一個 最後有機會能夠 可能在總統補助上可以取得回來 其實短線應該會對市場的氣氛有影響 始終大家已經是 百分之九十九認為拜登已經贏了 如果有一個轉折 市場可能現在過分地樂觀 有機會會有一個調整 不過即使特朗普可以取回總統補助 但整體市場都相信 特朗普在執政的時間 其實在參眾兩院 大家互相交著的狀態 都會令到 美國未來幾年 政府的施政比以往是慢 所以大家都有這樣的期望 可能市場有個想法 就是拜登贏的機會會多 為何拜登贏的機會會多 因為現在眾議院已經落在民主黨手裡 如果總統選舉有爭執 選舉委員會選舉不出的時候 就會由眾議院投票去決定誰做總統 就由參議院去投票誰做副總統 應該不夠270席的情況 通常會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都是拜登做 拜登對商界沒有特朗普那麼好 特朗普其實相對重視商界的利益 希望減少商界的負擔 減少商界的束縛 負擔包括稅、促擔包括條例 亦都叫政府不要承擔太多的醫療福利 其他的福利 所以如果是特朗普想對美國本土的商界 我覺得應該比較有利 拜登想對金融系統管得嚴重 或者赤字預算 都是想減少的特朗普 最重要是眼前 利息要低 國債要讓他發行多些 讓他手上有錢去做 究竟哪樣對美國好呢 現在市場好像覺得拜登想對美國好 如果真的這場選舉 我認為還有這麼長日子 一定有反覆 有反覆這段時間就會有波動 而這段時間的波動 我相信如果不出現游志可 一出現是大幅波動 所以在這段時間 測試這場游戲的人 都要吃定驚風省 剛才我們的討論 都集中在對美國影響 但其實由特朗普 最初領先到拜登反昭前 其實人民幣走勢都非常波動 似乎市場認為 拜登上場 即使對中國仍然有圍堵政策 但會相對友善 施生你怎樣看 你會否有蜜月期出現 如果拜登上場 我認為無論拜登上場 或特朗普上場 對中國都會鬆鬆 因為之前已經假裝了很多姿態 而之前所採取的措施 其實陸續發覺對美國有後遺症 即是徵收關稅 結果美國的赤字沒有下降 即是那些產品 其實不是說不買中國產品 在美國生產 讓美國多些東西做 赤字減少 實際上如果赤字上升 即是不光顧中國 原來最後光顧墨西哥、印尼、東南 其他國家 可能給的錢更貴 買回來的東西更差 長遠不應該這樣下去 可能都會放鬆一點 另外對中國公司的打壓 搞到公司都不敢來美國上市 去了香港便益了香港 另外要不讓共產黨、中共的黨員去美國 又不讓他們投資 或者有什麼不妥 還會凍結他們的資產 這就大件事了 因為大陸有錢 那些是銜板共產黨 以前的民企 其實都是很多國企下江 公務員下海 那些出來做 你不讓他去美國 那美國怎樣做金融中心呢 怎樣吸納資金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之前那些政策是走過火的 現在要修正 特朗普上台都會修正 可能拜登上台修正 就會光明正大地修正 特朗普不好意思 自己推出自己修 那便可能遮遮現 如果跟先生所說一樣 有出現修正 浩德利會買股票的時候 都會考慮一些 之前在貿易戰裏面 或者制裁方面 受到影響的股票 譬如芯片股 其實如果這個中美關係 具體政策上高 有機會換磨一些 未必可以回應前 但這段時間很多 大家投資上高擔心的問題 譬如一些制裁 一些關稅 如果能夠鬆一鬆 我想對很多 中國相關的企業的股價 應該刺激 就應該比較大 當然 其實你見到拜登 這兩天上場之後 其實一些中國相關的科技股 都是有少少正面的反應 大家都有一個寄望 會否有機會在剛才說 中美關係有改善下 對他們的生存空間會好一些 除了美國大選 其實上一集 我們曾經提及過 螞蟻科技上市這件事 也否釋過競爭力在哪裏 詩先生曾經提出過 其實他們的出現 可能是對中國經濟有利 因為有些新科技 令到整個行業更活躍 但這星期也發生了一件事 其實馬藝不能上市 又可能是因為 跟內地的官員 可能有些看法不同 令到監管方面出現問題 詩先生認為 這樣代表內地監管方面 對新科技公司 未來都會趨向嚴 我覺得馬雲在外灘金融峰會說的話 大體上是有道理的 我都認同 例如監管太多 就難以創新 還有中國的金融 就不要走向西方那套 因為西方那套都已經走到 不太妥當 整天要補獲 中國應該按照未來世界的需要 利用大數據 利用人工智能 去領定一套新的金融營運方法 因為它是舊那套 就是當普概念 要拿鑽頭、拿實物去抵押 借錢借不到去真正需要的人手上 真正有發展前力的人手上 借來借去便借給地產商 所以它是批評舊那套金融管理 那些負負責監管的 當然不是很喜歡 不過我認為馬雲對P2P的風險 是低估了 其實它做的都有P2P成份 現在中國其實不讓它做P2P 因為那些是假的P2P P2P是人對人 你有錢,當我不夠錢 透過平台借給我 是我和你的關係平台收的手續費 但以前大陸的P2P 或者螞蟻根服的P2P 他們都做資金池 收了別人的存款 即是餘額簿 你有錢買剩下的利息 實際上你變成存款 然後它自己按照公司的貸款策略 將它貸出去 例如花貝、借貝等 這些其實是銀行的做法一樣 風險大於是個人借給個人 個人借給個人 你不還錢我損失 是個人層面 你收了別人的存款 由你借給別人 借錯了別人,就問你算獎 以及這麼大規模地做 一錯,整個社會一起背 所以,螞蟻根服這麼大規模地做這些事 政府應該有所監管 現在,法例不可以做P2P 只能夠用銀行的錢 去代銀行借出去收服務費 這些我在大陸都在做 都不是很多錢賺的 不是利息差 收手續費或者佣金 所以,未來可能螞蟻根服賺錢 不可能像以前,賺得那麼多 因為政府收緊 我不知道招股書有沒有披露 馬雲在說話的時候 對P2P咳語太多的限制 他都採取否定的態度 這與國家政策不一樣 現實我在大陸看到 大陸以前P2P出問題的很多 是將大量普通小市民 辛辛苦苦賺回來的存款 有一次過泡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要管得嚴重一點 亦都是應該的 我相信主要是要修正馬雲這些說法 浩德,你怎樣看? 新政策和網上微態都出現了 很多人都相信 如果賣金服再捲土重來 估值應該會大幅下跌 你怎樣看這件事? 剛才阿斯先生說的 說得很好 其實他背後的花背 其實有些所謂證券化的方法 將很多資金重新打包 將監管機構認為風險 假設出市會大規模有火燒連環旋的效果 所以現在就要有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有可能未來他們的真正傳統 互輪網金融公司 就不需要受到銀行相關的資本要求限制 一般的銀行 你的存款和放貸 其實是有一定的限制 令到他的風險都不夠可好 有一個資本充足率 銀行 要自己有本才可以借 不可以越借越多 現在大陸以前的P2P 或者螞蟻金服是否這樣做 我不知道 他自己有10億 他便將10億借出去 借了10億出去 他便拿著10億的借據 即是有收回這筆錢的騰據 這些是看成一種資產的 這種資產便可以拿去銀行 或者證券化賣給人 10億便變20億 你不變20億借7成都變17億 17億又再去證券化 或者和銀行借7、7、49 都還可以借5成 一路放大便越放越大 變成他不是自己的資本更多 或者他本身的存款多 而是用槓桿的方法 愈發越大 這次如果再上市 就不止用一般的槓桿 而是用股權的槓桿 你P100倍 放得更快 放得更大 他便可以大規模地做這些放貸的生意 這些生意其實 一旦出事 一間銀行出事都大件事 現在螞蟻根服是大過銀行 所以監管當局緊張 我認為有道理 但你緊張 你要別人上市申請的時候 就不要批他 批完 現在收回頭 累死很多人 香港150萬人申請 這150萬人 對中國政府這個決定 是會有意見的 不過要提提 申請IPO始終都有風險 其實招股書披露了 是真的會有政策風險 浩德,你最後想問 你怎樣看這件事 會否真的捲土重流的時候 投資者還應否考慮這隻股票 具體對馬藝集團的影響 這些小微太 業務可能佔了他們的生意大約四成左右 當然,如果資本化的槓桿限應 在新的監管要求下 可能會收縮 可能那四成的生意會受影響 可能你當作打個七折 但對整個買集團的股值 可能有10至20%股值上的收縮 當然這未計算 投資者對於政策風險 或政治風險的考量 可能看得未必有這麼深厚 但它始終是一個全新的金融營運方法 如果做得好,一定前景是比那些首舊的銀行更值得投資 我雖然覺得它有些事情做得未必夠好 但不是等於這隻股票不值得買 最新的政策口風開始轉變 星期一時間,上交所勒令上市暫停 最新的口風已經改變了 上交所因應公司的要求暫緩了上市程序 似乎這幾天的發展,一開始那一刻 似乎得到少少放緩 所以大家在IPO的時候 大家也要留意招股書裡面的細節 另外,美國大選還未陳安落定 要注意投資風險 今集到此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網站和網站查詢 下集再見 你們在台下的 Estudio 我為了我們是最新的 政府說到4月到尾聲 那間在逾聲 5月到尾聲 是否說到首先 跟臨聲 正確嗎 是不測定